本皇女驰骋心间 行遍诸多世界 领略过一万种宇宙的命运 通读一切灵魂的末世路 却从未踏足过如此刻般的险境 不过 既然你们高声呼唤我的助胜之名 迫切渴望本皇女 降下断罪的雷霆 虽在命运的末世路中没有此片 但 庆贺吧 本皇女将回应此次的召唤 蒙德茶会 为什么要尴尬吗 辛苦了 辛苦了 尴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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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 好的 我尴尬 那欢迎我们的尴尬皇女 光临我们的茶会 欢迎小艾临 欢迎小艾临 大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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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万象 断气 狂黑人 龙哥断气 老板是断气 龙哥断气 龙哥断气 欢迎我们的小艾咪 嗨 我为什么要鼓掌 其实我跟你们讲 在收到消息说 这次啊 马老师会来的时候 我就有非常不祥的预感了 不祥的预感 为啥 就是 我 你 包包加上马老师 我们三个人 可能就是一个菜市场 嗨 龙哥是菜吗 原来你就是菜啊 绿绿的 那我呢 这 原来我是菜 对 龙哥你菜 现在已经菜了 已经菜了是吧 那么我们就按照惯例吧 走一个非常形式化 流于表面的自我介绍 哇 好耶 自我介绍 那个 苏子 您 露 露音 马 马老师 马什么 马老师 你就 你就 你就直接马老师了吗 那那个 马老师 能给我们表演一下那个吗 马老师 能给我们表演一下那个吗 我们刚才都表演了好不好 龙哥嘴都瓢了 来 给我们表演一下那个 就是那个呀 来了吗 什么 什么 你这种作弊吧 什么东西 大幻梦森罗万象 狂气断罪言 大家好 我是为菲仙尔配音的Mais 大家可以叫我马老师 耶 好 老师 好 这个味道对了 我要插播一个你们知道马老师为什么要叫马老师吗 为什么插播 因为Mais啊就是马测的意思啊 所以大家要记住马测就是马老师的全名啊 你是他的本名啊 你入围吧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埋态他呢 是因为这次的隐石活动当中哦 他可是一个人占了很多戏份 是啊 感受到了 是啊 那你你那个在录音的时候 小M1我们大家都知道小M1这个角色 特别中二特别难录 马老师 在录音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感受可以跟我们这些没有中二过的人分享一下 是吧 大家一定会都会觉得我特别尴尬 在彭丽一定手那个手手无足道 手足无足 对 那那手足相残不是 那事实上 事实上 事实上就是很尴尬吗 没有啦 我一点都不尴尬 因为没有空给我尴尬 但台词实际是太长了 它不止台词长 它名字也长 你们知道小M1的名字叫什么吗 小M1吗 小M1不就叫小M1吗 是吗 那我来揭晓的小M1的名字叫做 飞谢尔逢陆福施洛斯纳菲多特 记住了吗 飞 飞谢尔逢陆福施洛斯纳菲多特 那小M1这三个字在哪里 笔称吧 这种名字能记住才怪 好的 还没有感受过这个活动里面飞谢尔魅力的人呢 可以赶紧去过剧情 这次还可以免费获得一只马 不是 还可以免费获得一只 就一只嘛 就这个吧 一只 飞谢尔的 飞谢尔弗陆福施洛斯纳菲多特 这要飞谢尔单推人已经买了 哇 好厉害 我都不 而且哦 这次黎月的新剧情 当时收录的时候 包包你是不是就说你 超惊的 对 我居然开口说话 惊呆了 采访一下 采访一下 龙哥对此有什么 虽然之前已经开口受过一次问题了 但是 这次剧情是不一样的 这次是拥有完整结构 而且还体现了主角性格设定 和内心的思想感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推动 推动剧情的话 所以 大家也 不要看什么没有营养的啥 后来赶紧去推剧情 好的导播 导播我现在打算不录了 我现在就去玩缓原神好不好 你们知道吗 这个录音室里面是不能带手机的 你知道吗 我想在这里摸个鱼都不行 真的很难过 很难过 很难过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先先听扎慧啊 常会主持的词更多 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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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扎 好 那么本节目 本节目 背景传染到了 本节目呢 是由我林肃主持 哎呀我都说累了 后面的请弹幕帮我补充一下 好吗 而且大家准备好快乐水 戴好耳机 为什么这叫强调的带耳机 一方面呢 是因为有王女在内容过于羞耻 怕大家的爸爸妈妈在旁边一个受不了 就血压身高啊之类的 另外一方面呢 是因为有马老师在 我怕我们三个人太吵了 嗨有道理 好今天呢我们也会来一场蒙德茶会 耶 我们真的好吵啊 想必都听说过本皇女断罪的名号 如是因此有求于我 就得准备好相应的代价 小艾咪请为我断罪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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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小艾咪来到我们蒙德茶会呢 当然得为她量身定制一个环节了 不然太浪费了对吧 好不容易来一个嘉宾 我们得好好欺负 对对对 浪费浪费 你怎么只会浪费浪费 富足这样你是啊 你们继续 断罪的皇女这个环节呢 我们会向大家征集投稿 类似于自己犯过的过错呀 做出过的奇葩言行等等 都可以发给我们 我们让菲谢尔来中二的帮你们断罪 也就是断定你们是否有罪 并且帮你们断断罪孽 菲谢尔忏悔时 我好期待这个环节哦 大家 我们好有缘分啊 我期待的是 大家究竟能够带来多离谱的投稿 我也是我也是 我期待的是 我觉得沙雕网友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断罪这两个字 就让我很期待你了 因为真的很沙雕 然后一个个一天天的 就有每天在我们的那个评论区下面 说些有的没的巴巴巴的 会说话是不是 是啊是啊 因为是第一期嘛 所以还没有来得及 向大家招募投稿 所以这里呢 应该是那些stuff们来 给我们一些举例稿件 什么举例 我觉得说不定就是项目组里 他们自己真实的忏悔 他们的犯下的罪 就假装是举例 小艾米写这么中二的台词 不知道会有哪些呢 那么话不多说了 我们就直接来看例子 就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环节啦 好耶 好耶 首先第一个例子就有我 这个不应该吧 是吧 嗯 来 好吧 那就我 来自断罪嫌疑人 艾米探单推人 草 一种史莱姆树 谢谢 你们不要随便草 已经开始笑了 小艾米 笑着的艾米探好可爱哦 你能上茶会真是太好了 能被断罪好开心心哦 希望我的心意 能够传达给艾米吧 我的这份 想借给艾米的心情 难道是有罪的吗 不管怎么样 我永远喜欢飞蝎儿 好哦 如理看手机点这笔记 我也看手机好不好 这味太冲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念出口 给你们讲 马老师好害怕呀 马老师想不出还有什么投稿 能比这个还离谱呀 那么马老不是 马不是 飞蝎儿 这个要怎么断罪呢 本皇女断定你 有罪 罪无可恕 在此 傲姿 我的护头羊 来了小姐 来 抢下这 昭告命运的圣财之雷 化为尘土吧 哦 专业专业 她竟然能把这段词 全都背下来 虽然 虽然我觉得 虽然是被断罪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船长听了之后 肯定已经内心狂喜 狂喜好不好 对 突然就有罪了 明明人家只是很喜欢小艾蜜 别人把它给我 这篇投稿真的不是包包写的 这种连口水化连篇一点那种 红尾 磅礴 热血那种 异世界观都没有的情书 能够打动小艾蜜吗 能吗 能吗 真的能吗 好好想想 磅礴 磅礴 异世界观的情书 是什么样的 是小天使一下子 这就是独裁的黄女吗 艾勒艾勒 毕竟让我来断罪的话 我肯定就以自己主观的标准来 好好的 我完全被说服说服了呢 对不起 这个字现在只能说说服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科普小剧场 这个词呢 现在在字典上只有说服这个以上 说服哦 它的读音哦 大家要记住哦 听门的时候还能学到好多知识呢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就由我们说服的包包来说吧 好 不要奇怪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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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断罪嫌疑人 不愿透露姓名的花店小妹 已经想到是谁了 已经知道是谁了 我真是个坏女人 怎么可以这样花心呢 怎么办怎么办 不想被他们看到我这样的一面 本来我仰慕的人只有公子大人一个的 可是钟离大人就这么突然出现 占据了我内心的一部分 我好像就再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心意了 到底谁才是我的命中注定之人呢 我到底应该怎么抉择呢 难道我 我就是那种罪孽神庄的女人 不是剪脚情人 上一集他不是这么演 我觉得 上一集他明明还是在那个 迪路克大人对吧 对 对 我还记得他 代入感太强 我已经开始纠结要学谁了 什么你在纠结什么 你在代入什么 那么我们菲希尔 这个女人是有罪还是无罪呢 可怜又可爱的女人啊 本皇女断定你 有罪 有罪 我觉得 我觉得不应该断有罪吧 提瓦特大陆 谁还没喜欢过可莉七七诺尔 被谢尔相邻情交 你知道吗 你上马节奏都念一遍吗 你不懂 罪不在此 她的罪过是纠结 你懂吗 干嘛要纠结呢 为啥要选择呢 当然是全都要啊 全都要不好吗 你说得对 我被你说服了 正经人谁做选择呀 你选择吗 那当然不选啊 你看看公子那个腰 再看看周里低枪的那一脚 就像我看到有弹幕说的 听到人家的心里去 这个理由也太无法拒绝了 王女说的都对 好的 这个呢就是这个环节的势力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势力呢 就是略微中二和花吃了一点点 大家可以正经一点哦 就来了 那我没有念的吗 好好好 你谁 没事 欢迎向大家呢 向我们这个全新环节投稿哦 你就下次吧 可以哦 下次不知 下次不知还有没有我们 我们以后呢 也会继续为大家断罪的 嗯 我要代表命运 惩罚你 听平风影 又到了和大家沟通交流的 温馨的独信环节了 耶 温馨的独信环节了 嗯 这次我听说来信忙忙多 忙忙 挑的工作人员眼花缭乱 甚至还有海外的旅行者给我们一投稿 哇 英文那种也有的样子 英文 那如果抽中英文一投稿就不要让我念了 我不念了 就抽你就抽你 只要不是中二来信我都可以的 谢谢 谢谢 建议龙哥跟我一起每天练习英语口语 好不好 very very good 哇 好吧 总之呢 非常感谢全宇宙的旅行者 对我们的喜欢 还有支持和投稿 谢谢大家 哇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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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真太好了 好 没有在节目当中被选到的旅行者 也不要难过哦 因为投稿太多没有办法顾及到所有人 但是呢每一封邮件都会被非常认真的对待 大家都会非常认真的去看它的 嗯 那么我们赶快来看第一封邮件吧 嗯 来自旅行者 世界的破坏者 听名呼应 嗯 想请包包或者素素表演 菲谢尔的名台词 嗯 就是那段 哺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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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我要念这封信啊 这是意思里边没有选的咯 加油 哇 就是那段 嗯 无知封印解放 千年的争斗 就在今天画上修指幅吧 大幻梦 森罗万象 狂气断罪也 让这黑暗的圣洁火焰 将如画为灰烬 嗯 哇 我是灰烬 邪恶的世界破坏者哟 你死了 嗯 他有一个PS 没有比我更加有爱心的骑士了 绝对没有 括号 别管龙哥了 这个 这个旅行者怎么知道我们今天会邀请菲谢尔的 哇 不过不管他猜 不管他猜没猜到今天小艾民回来 但是他都点名了包包或者素素 好像就少了点什么 是什么呢 谢妖人已经在青云顶了 拜拜 真的要说这个羞耻的台词吗 虽然但是 虽然但是 小艾民你可以的 你开始都去示范过了 你可以的 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好不好 就是 专业已经有示范了 对 要么我们语音两句给龙哥 好呀 好呀 感激提琳 只能助老板而身体健康 感激提琳真君 那 那你们两个人要么一人一般 是人吗 是人呗 那你全部说完 我 好 虽然好的先说了 我接你我接你 你先念 无知封印解放 千年的争斗 就在今天画上休止符吧 大幻梦森罗望相 狂气断罪言 让这黑暗的升级好 对不起 大幻梦森罗望相 狂气断罪言 龙哥你现在知道 老板而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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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是妄想了 不是妄想 老板而断气 你当作花絮放出来 不过这段 我们一定会被剪在正片里的 好 马老师 来念一封吧 好 来自旅行者 咋念呀 我来 小拼的 我看到了 超时 一串英文 超时都 什么拼的 嗯 就当时提名风影 独自了吧 提名风影 提名风影 好 上一期蒙德查会之后 我对秋秋雨十分感兴趣 在游戏里找了很多资料之后 有些单词的意思还是不太明白 是否能多出几期 关于秋秋雨的节目呢 你看真是后学啊 是啊 天哪 放心我们的环节呢 都是会轮替上场的 后续呢 我秋秋雨 秋秋雨 秋秋雨 秋秋雨十级大师 后续还会教更多更多的秋秋人的职手 不错真不错 呀呀呀 真是 我自己上课学习都没有玩游戏这么认真 那你正是吧 露营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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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露营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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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嗯嗯嗯嗯 竟然同意了呢 那么最后一封 就请露营卡纳来吧 搞快点 好的好的 卡纳来了 来自旅行者 露营卡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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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想知道露营大大们是如何找到角色声线的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个一个来吧 嗯 好 先是露营尔开始吧 我们俩大人讲了 我们俩大人讲了 大家好 寻找露营尔的声 其实说找 找声线其实还是比较奇怪的说法 我一般都会说找状态 就怎么找到那个角色的状态 露营他其实就是特别 他的语就是怎么说呢 他的语流特别的中二 当然这是编剧们设计的 你有什么意见吗 突然正经不起来 就特别的可爱 但是他其实台本中有说到 呃 他觉得以平常那样子说话 就别人只会来打听 就是傲兹侦查到的内容 所以他要说一些特别复杂的话 让别人注意到他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了 哦 我突然理解了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 但是你要理解他的内心 所以就是他很倔强的说出特别中二的台词 哎呀 就是也想被别人关注到呢 哎呀 然后就去找那个状态 想要被别人关注到的状态 我马上要去吧 我马上要去吧 我现在给练满 哈哈哈 好那下一个就是 哎 哦 好了 我想一下我应该说那一个 哈哈哈 好多呀 好多呀 有被炫耀到哦 我想要 这是一个优秀的烦恼 我其实呢 我刚才 就是一开始说到这个的话题的时候 我其实先想的是七七 嗯 因为七七 其实是我 不太能够平时 会用到的声线 我知道他怎么找声线 就这样每次 先说话的时候就会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 然后就再去讲七七的话 但菲汐尔不是 但马老师这么一说之后呢 我突然又想起了 录那个诺埃尔的时候 就是 我觉得他好可爱 也不是说可爱 他有我没有的一些特质 我非常的敬佩他 好继续吧 所以你很想帮我们打扫 谢谢 算了他自己家都被打扫干净 然后男主角的话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在设定上 会更偏向于 就是比较沉稳温柔一点吧 就和我平时这么逗逼 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在 录男主的语音的时候 会更偏向于 把自己的声音 更放下来一点 没有那么的活泼 没有那么的夸张 就可能情绪会更淡一点吧 因为也没有什么 能够表现情绪的词 让我说 对吧 有啊 气声 温迪 对 温迪 那我们的情团长和干预 我的话其实 一个呢 就是像马老师说的那样子嘛 就是在里面先找到 这个角色的一个状态 但是要补充说明的一点 是光找到角色状态 是没有用的 其实还是需要判断 自己的那个声音的位置 先判断出来这个角色 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可能 就比较 说出来就比较玄乎了 就是因为作为导演 我在外面会经常会说 声音靠上一点 靠前一点 靠后一点 我觉得好抽象的 对 声音沉一点 其实差不多是 我找齐齐的那种感觉 然后如果是彭导的话 还会说 那劲儿再足一点 这个话我最近也经常会说 然后我在外面 帮演员找状态的时候 还有最近有一个 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 你转过来 看着我的脸 好你现在看着我 我给你演一遍 然后我就在外面 张牙舞照的演一遍 然后我跟他说 看到了吗 我的表情跟你的表情 是不一样的 你在里边照了我的脸 演一遍 送到流水口型 流水 好了 好 我们这里已经说了 非常多的关于 就是我们配音时候的 一些事情 大家觉得很原谅 好 那么本期的投稿呢 也就先念到这里了 没有被念到的小伙伴呢 也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这里念不到 你们可以去投稿 断罪的黄语 那个黄语 黄语 黄语 有传染了 黄语 是一种传染病 就是可能 那个中二的竞争力会小一些 对吧 总之大家来听的时候 不要再叫我录案了 已经有很多stuff跟我说 很多人叫我录案 好的录案 好的录案 好的 我们别管录案了 那么我们就开始下一个环节 轻轻轻松松的提瓦特之旅 这次的提瓦特之旅呢 我们要来玩一点不一样的 超级开心的东西 不一样的 超级开心 我怎么总觉得 这次时间只有马老师一个人哟 哇 我们的好 太好了 耶 神语人的喜怒哀乐并不像吞弹 我现在是觉得他们吵闹 那你就对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新版本有一个活动 我们就简称它为送外卖活动吧 所以今天我们要让马老师来送外卖 外卖上卖马甜甜 你在哪里上班呢 我甜甜甜 但是呢 只是普通的送外卖的话 也太无聊了对吧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把小爱咪的眼睛蒙住 我们化身为奥姿 来为小爱咪指引方向 哇 说人话 翻译成人话就是 我们只让马老师操作键盘鼠标 不让他看显示器 显示器会转到我们这边 马老师需要通过我们的指示 来完成送外卖的任务 是不是很棒 是人吗 那我可以当老虫 我可以当内鬼吗 哈哈哈哈 那 那就大家随意了吧 马老师我给你讲 脾气是你好啊 是啊 脾气是我好啊 你这都忍得住啊 换成我我肯定直接打死他 路岸卡纳 等会你就听 等会就听我和素素的不要听路岸 我不相信他们 我不相信他们 那马老师你会听我们的吗 我考虑 我不听你们的我能怎么办 好嘞 那我们就开始吧 开始吧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开始 我们要先去接一下 接一下任务 我听见命运的 有三种东西 猎鹿急送 望书爱送万民 我要去万民先食 我要去 吃恩酱 对 恩酱香 听起来好好吃啊 是什么做的酱叫恩酱呢 是小恩做的酱 中原咱味 哇 真熟练呢 是呢 特别订单 也有一份特别的那个什么骂订单 准时送到 还有时间限制哈 不要乱飞乱爬 把地道玩 把空额键扣掉 粘眼奇怪的元素 粘眼奇怪的元素 奇怪的元素 就是不要渡河 有多少时间 不会潮湿 70秒内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开始了啊 赶紧传送 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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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现在把马老师眼睛内 搞掉 你的眼睛绝对需要的人可以转 好了好了 好 右 视角往右 右 对 走走走走 走 飞 飞 普攻 普攻 完了 往前走 走 往前 上 爬 爬 不能爬吧 能爬 不能爬 不能爬 动你 动怪你 爬都不行 那怎么上去啊 不飞不爬 所以刚才我们视角找错了 应该直线过来的 那现在怎么办啊 再来一遍吧 再来 好 我们现在重新又过来 又过来 怎么办呢 精致愿问 我听见命运的如 慢慢地熟练起来呢 无念 想想第一次来见谱 连见谱很多暗门 还会读公告呢 哇 太不错了 是呢 赶紧跳过 特别订单 来来 菜 我这就送过去 不要乱飞了 不要乱飞了 我知道 待会我们看一下 有平路的时候 这样门老师走 就是走大路 好 开始了 开始了 别平路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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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视角往右对吧 往右 还在 还在那里呢 等会等会 好像不是视角 在听她说 怎么 怎么走 快说 快说 什么东西 视角往右 往右 那不是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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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一点 对对对 再过去 好 再回来一点 走 走 往直走 直走 普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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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会 会那个掉 好 对对对 往左一点点 往左一点点 往前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哎 你被垫了 啊 沾染上了 沾染上了 垫 你被路过的石头垫了 怎么办呢 不能吃了 不能吃了 我又失败了吗 好 外卖小妹没工资了 啊 我的MG啊 这也太难了吧 太难了吧 怎么想的 你们怎么想的在这里放块石头 怎么想的不让看呢 哎呀妈呀 今天的快乐也到尾声了 大家有什么感想吗 特别是马老师 好快乐 我就一直听你们说 录这个茶会会非常快乐 我今天总算是体会到了 开心 之后经常叫马老师来玩吧 好开心了呢 导播说好耶 好耶 我觉得这一期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 这一期的中二浓度很高 对对 那么我们的那个投稿征集呢 也在长期进行当中 不只是听评封印吧 基本所有的环节都可以给我们投稿哦 比如断罪的小爱妮 期待看到大家的离谱的窮事 我们的邮箱呢 已经显示在屏幕上啦 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哟哟哟 哟哟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